针对最近的服贸争议 经济部长张家柱上午也召开记者会回忆 张家柱痛批于有些专家学者散布对服贸协议不实的资讯相当的荒谬 他说这样的做法简直是误国 真正的害台湾 而张家柱也强调一旦退回服贸协议 台湾将会完全的被边缘化 纪总统马英九召开国际记者会之后 经济部长张家柱也随即召开记者会说明 张家柱更一反常态 情绪激动 指控有些反对声音根本是混淆资讯可以误国 针对学生团体坚持要退回服贸协议 对不满的项目进行修正 张家柱说他支持主条审查 但根据国际谈判条例 如果要在通过前修改项目 就必须重新与对岸协商 强调一旦退回重新谈判会大幅伤害台湾在区域经济谈判上的诚信 而两岸如果因为服贸协议扩大经贸关系 是否会因此拉大国内贫富差距 张家柱相当不以为然 学生大规模抗疫服贸协议并占领立法院议场 行政部门也逐渐加强反击力道 到底这场抗争能否顺利落幕 考验政府的智慧 有点TV程序文程庭语台北报道